我麻煩CAM 過去這30年來 我們得以保存這片的濕地 其實是有賴多方共同建立一個保育的制度 在這裏 這個地圖就是一個中國沿海的一些濕地的調查地點 就是我們最新的一份中國沿海水料報查明 90公里的漁塘濕地 但其實我們都希望在這裏再次強調 新田科技石地 這些濕地正正是很多面臨滅絕的物種 是一些重要棲息地 根據我們過去的紀錄 很重大的紀錄 就是我們今年的冬季 是在新田的漁塘六島 78隻全球平靈的黑電瓶 是很重大的紀錄 就是我們今年的冬季 是在新田的漁塘六島 78隻全球平靈的黑電瓶 在漁塘濕地 尤其是在甘田這一邊 都未有一些高樓大廈的進駐 所以其實它的身影是維持了一個開陽城 一個很開闊 這兩個路廟林 其實已經有20年的繁殖歷史了 根據我們2002年 在四個月之後 就是2021年的10月 因為當時的特首 他公布了 北部都會規法展策略 搶走了本身 應該納入三寶雪森地公園 範圍裡面的一些棲地 有的範圍 中間綠色的位置 就是他們兩者重建的地方 其實這次九個環保團 其實是修改新田的方法 其實是否有具體的 在裡面見到項目有大幅的增加 更加會在明年率先 做一個土地平靜的工程 去用作創科用地的用途 當中涉及填堂接近90公頃 所以今天九個環保團體 就包括長春社 香港官僚會 綠色力量 綠色和平 綠色地球 綠色地球 綠令行動 世界自然基金會 香港分會 環保祝國 創建香港 就發表一個聯合的聲明 希望就著新田科技城的發展計劃 表達強烈的關注和擔憂 都促進政府可以懸崖立馬 堅守濕地和立即修改方案 在後海灣過去這30年來 我們得以保存這片的濕地 其實是有賴多方共同建立一個 保育的制度在這裡 但是最新的新田科技城計劃 就似乎和一直以來我們堅守的制度 和原則是有相違背 我們非常之擔心發展計劃一旦落實 就等同摧毀我們30多年來 為了保護後海灣濕地而建立的重要基石 那這些基石 我們接著下來 就會每一個基石去做一個講解 大致上就會分為 我們對於一些新田科技城 就著生態方面 和規劃方面 還有環評方面的一些問題 和我們的擔心 首先就由我開始先 我是香港官僚會保育主任 黃雪微 我們一直都認為 保育後海灣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基石 就是我們在考慮一些發展 或者政策的時候 要優先去做一個 基於一個生態和科學研究的基礎 去下一些決定 首先就是要很全面地去評估不同選子 帶來的一些生態的代價 和不同選子的生態價值 之後才決定我們怎樣去做一個發展 是的 但是這次呢 新田科技城的發展項目 是很明顯的 是有一個很重大的生態危機在這裏 那可能一開始就介紹少少少 香港後海灣濕地其實是一個什麽 為什麽我們今天是這麽重視這個項目 在這個地方做發展 是的 我們見到右手邊那個圖 就有一個全世界的地圖 見到香港就是紅色點的位置 其實就是香港是正正位於一個很主要的千飛 在韓道叫做東亞澳大利西亞千飛區的一個韓線的中間 所以呢 我們是每一年都接待著很多的千飛鳥的 那說著後海灣濕地呢 其實每年都有超過五萬隻 五萬隻的鳥 去到東 又或者是做一個補給站 是的 那 另外呢 我們下面那張地圖就是一個中國的沿海 一些濕地的一些調查地點 就是 我們在最新的一份中國沿海水料調查裏面 就發現其實 在中國沿海二十五個地點裏面 香港在很多的物種方面的表現 都是非常之出色 舉例就是水料那個種類的豐富度 還有一些硬鴨科的數量 還有一些行屈類別的物種數量 都是說在這二十五個地點裏面 是明列前茅 是全部都是頭五位的重要 所以說香港的後海灣濕地呢 對於整個千飛區來講 是有一個舉足輕重的地位在這裏 只要我們的濕地有些什麽三長兩短 其實是會影響整個千飛區的候鳥群族的安危的 所以香港後海灣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國際地位在這裏 那我們看回現在新田科技城的發展範圍 過去發展局他們很強調的就是 他們會影響九十公頃的魚塘濕地 但是其實我們都希望在這裏再一次強調 新田科技城他們影響的濕地敏感地區是有二百四十八公頃 而這些的敏感地區呢 是包括國際鳥群認可的重點鳥群 還有就是新自然保育政策 就是2004年政府公佈的一個政策 裏面羅列了十二個在香港需要優先加強保育的地點 那麼後海灣濕地這裏也是其中一個來的 它都是納入了在這次的發展範圍裏面 還有就是濕地保育區和濕地緩衝區 就見到其實這個發展項目在生態和規劃 或者在我們一直以來的保育政策裏面 是一個很嚴重的一個項目來的 我們再到受影響的濕地範圍裏面去看看情況 其實裏面都包括不同類型的濕地生境 例如魚塘濕地是一些運作中的魚塘 還有一些非運作中的魚塘 還有一些河流濕地 這些濕地其實正正是很多面臨滅絕的物種 是一些重要棲息地來的 根據我們過去的紀錄 在這些受影響的濕地裏面 其實錄到的雀鳥物種的數量是有205種 那裏面其實有一半都是一些依賴濕地的雀鳥 另外還有117種是屬於一些具保育級別的鳥種來的 那裏面亦都有19種是更加是全球頻危的物種 那下面有兩個remark 其實都有33種是屬於一些國家一級或者二級的重點保護野生動物 還有25種是列入了在中國脊椎動物的紅色綿綠裏面的 我們再看一下一些全球頻危物種的一些資料 在我們的受影響濕地裏面 有一個很重大的紀錄 就是我們在今年的冬季 是在新田的魚塘錄到78隻全球頻危的黑念疲勞在這裡覓食 尤其是你看到左邊有一個運作中的魚塘的圖片 就是在講一些現在運作中的魚塘 它可能做了一些幹水的工作 吸引了很多的雀鳥在那裡覓食 也都包括黑念疲勞 那這個數字78隻是有什麼意義呢? 因為我們看回今年後海灣的黑念疲勞的數量 我們看到78隻其實已經是佔了香港的群族的三成 更加是佔全球的總群族的數量的1%或以上 那1%是有代表什麼呢? 其實根據拉姆薩爾公約 如果一個濕地它是可以支持住一種的水鳥的總群族的1% 是代表這個濕地是有國際重要性的 我們需要加強去保護這些地方 那這個黑念疲勞的資訊是很清楚地反映 新田那個濕地的生態的重要性在這裡 那另外在一些運作中的魚塘 因為它有一些幹水的操作 它外露了一些有些類似攤逃的生境 亦都是吸引了很多行褲類的雀鳥 你看到下面那兩個例子就是全球異偽的尖尾崩核 和全球更偽的紅頸崩核 那這兩種的物種都是屬於本地關注的物種來的 是屬於一些保育級別的雀鳥來的 那除了運作中的魚塘之外 一些非運作中的魚塘 亦都是發展局很強調的 就是在選子裡面可能有一半的魚塘 都是一些荒廢的魚塘 但是呢 我們想在這裡都強調一點 就是這些荒廢的魚塘 其實它都在整個後海灣的生態系統裡面 仍然有它的作用在這裡 還有因為它都是逐漸生一些水生植物 亦都吸引了另類的雀鳥在這裡使用的 那這裡是一個今年的例子 就是今年的冬季呢 我們都在新田一個不是在運作中的魚塘那裡 錄到全球極度頻危的青頭潛鴨 那青頭潛鴨呢 其實在香港已經是絕跡了接近十年 那它亦都是國家的一級保護動物 今年呢 它重新在新田的這個魚塘出現 其實是凸顯了這一片的魚塘濕地 是有它很重大的重要性在這裡 還有它的生態價值也是非常之高 這一類型的魚塘呢 亦都是吸引了很多其他的潛鴨 例如右手邊有全球異毅的紅頭潛鴨 還有近毅的白眼潛鴨 另外呢 因為整個魚塘濕地 尤其是新田這一邊 都沒有一些高樓大廈的進駐 所以其實它的生境是維持了一個開陽性在這裡 一個很開闊的魚塘濕地的生境 所以就吸引了另外一些可能會依賴開闊平原的雀鳥 例如全球極度頻危的黃胸毛 還有全球異危的白堅鴨 都在這裡有紀錄的 還有一個都挺嚴重的生態問題 就是這次選址的發展範圍 是跟我們後海灣第二和第三大的鹿鳥林 是嚴重重疊的 這兩個鹿鳥林其實已經有20年的繁殖歷史了 根據我們2002年的調查結果 這兩個鹿鳥林其實一共是紀錄到 接近200個的池鳥和小白鹿的鳥巢 說的是這個鳥巢的數量 是佔了它本身在香港整個群族的三分之一 而小白鹿的鳥巢數目是佔了全香港的四分之一 意思就是說如果我們失去了這兩個鹿鳥林 其實對於整個香港的鹿鳥的繁殖群族 是一個很重大的衝擊 是的 最後呢 我都就著這一部分 少少一個總結 就是受影響的魚塘濕地 其實跟米布內厚海灣的拉布西濕地 有很緊密的生態連結 也都同樣擁有很高的生態價值 還有重要性的 我們希望政府可以三思 新田科技城如果令到這個濕地受到破壞 是會威脅到整個千飛區的喉鳥的 還有香港是有一個國際的責任 去到確保我們的後海灣 這個後海灣是整個大灣區 一個很獨特的國際重要濕地來的 我們不可以令它受到破壞 同時也都是幫助中國去維護 我們中國作為生物多樣性公約 第15次的大會主席國的一個責任和聲譽 是 好 麻煩說明 它會填90公頃的魚塘 就並不是純粹荒廢 就等於沒有生態價值 這部分我就會再講多一點 關於政府怎樣 我們質疑政府現在的一個發展計劃 其實有凌駕科學的意味在這裏 我再講一點背景資料 其實如果大家知道 就是新田科技城 其實它前身應該是新田落馬洲樞紐發展 其實在2021年的6月 它已經上了立法會的公務小組去討論 但是在4個月之後 就是2021年的10月 因為當時的特首 它就公佈了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 提出了3個濕地保護公園的概念 以及提出了新田科技城 所以在這個計劃底下 其實在2022年的8月 御用自然護理署也展開了 北都發展策略底下 濕地保護公園系統的策略的可能性研究 而這個研究其實正正就是 就著後海灣的一些濕地 它要劃定一些濕地保護公園的範圍 以及它的管理這些 作為一些細節的研究 而這個研究其實是需要做18個月的 這個時間就應該是 今年的年尾 即是12月 就會預期去公佈的 但是很遺憾在它公佈之前 發展局就率先在立法會公佈了 新田科技城的計劃 也都展開了公眾諮詢 所以其實換言之 就是當其實政府有另一個部門 在未完成生態研究之前 他們就已經率先公佈了一個發展的項目 其實這個做法我們認為是一個 先發展後保育的做法 這個做法不單止是一個很落後的做法 而是對整個後海灣的保育制度 是帶了一個很大的衝擊的 我們早前也透過公開資料守則 獲得一份招標的文件 就是漁龍署就著那三個濕地公園的 研究範圍的招標文件 我們都看到就著這個招標文件 其實就著三個濕地保育公園的範圍 是有一個很詳細的界線 山寶樹濕地公園也是在裡面的 它的研究範圍 其實濕地保育區佔了520公頃 而在濕地緩衝區佔了50公頃 換言之整個山寶樹濕地公園的研究範圍 是多達570公頃的 我們再仔細地看看 究竟政府的濕地保育公園研究範圍 和新田科技城究竟有什麼矛盾的地方 我們發現它的研究範圍裡面 其實和新田科技城 現在建議的發展範圍 是有重疊141公頃那麼多的 換言之其實就是 我們都質疑究竟政府 它是不是因為新田科技城 而搶走了 本身應該納入三寶樹濕地公園 範圍裡面的一些濕地 這裡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部分其實就是新田科技城 而黃色那部分就是 三寶樹濕地公園研究的範圍 中間綠色的位置 就是它們兩者重疊的地方 除了這個發展凌駕了科學的研究之外 我們都發現三寶樹濕地公園的面積 其實跟當初承諾的已經是有不同 也有走數的意味在中間 因為我們找回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報告書裡面 其實提到 即使它當時其實有提到 它會有新田科技城的 是會有擴大的 但是呢 餘下的濕地保育區 會建設三寶樹濕地公園的範圍 都是有520公頃的 但是呢 在早上一個月 政府回覆記者的查詢的時候 就提到 日後三寶樹濕地公園會作為一個緩解的措施 而它會剩下300公頃的 在這裡其實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呢 就是三寶樹濕地公園在這裡 其實那個面積上面已經有走數的情況出現了 已經少了220公頃 而第二個問題呢 其實政府這裡是有一個矮化濕地公園的意味在這裡 因為濕地公園本身是應該就住那個地方需要保育而劃定 並不是任何發展不來的補償機制 所以其實這裡呢 我們都認為政府呢 它有矮化濕地公園本身的定位 以及模糊了本身濕地公園在北都擔當一個這麼重要的角色 那在這裡呢 總括而言呢 其實就是 就著整個 我們 我和雪梅這一部分呢 主要都是講 其實政府現在這個新田科技城呢 在科學生態研究上面呢 都是有一種凌駕 就是發展是凌駕了這個生態研究的一個 情況出現這樣 那 接下來呢我們就會交給 世界自然基金會的代表啦 他講關於呢 後海灣的規劃指引 新田科技城是怎樣衝擊這個指引 謝謝Christy 那我叫做後海灣規劃指引的 其實 政府在90年代呢 已經注意到 後海灣裡面的濕地的重要性的 那為了確保一些大型發展呢 對後海灣那個濕地系統呢 是不會帶來不良的影響呢 那在成規會 在1993年的時候呢 就設定了規劃指引12的 那當時只有12的 那目的是做些什麼呢 是去規管後海灣一帶的發展 那而隨後呢 我們都知道 在1994、1999和2014年呢 那這個規劃指引12呢 也作出修改的 那現在目前適用的呢 就是規劃指引12C的了 那就影響而言 在政策層面呢 由於今次的保育區大開發呢 是用私人協約方式去批地的 那而政府在5月23號 在立法會那個發展事務委員會 也都講到 這個發展是未必需要通過 成規條例的 那所以12C指引呢 對今次的大開發呢 是無關重要的 而政府也都好像 漠視了12C的存在性的 那也都是甚至 是不是它政府是現在挑戰著 整個濕地保育區 或者濕地緩衝區 整個系統的那個價值呢 那另外一方面 我們也都在生態層面那裡看回 按照現在發展那個範圍和地點呢 可以是引致到 魚塘那個數目的損失的 那而將會呢 是令到 小鳥的食物來源是減少了 以及減少了魚塘 在魚塘裡面的小鳥數目的 甚至也都好像 阿雪梅說 官鳥會阿雪梅這樣說 是危害到 露了那個繁殖地的 那我們也是看到 我們也是看到 我們左手 左手邊的圖 我們是看到 其實在濕地保育區裡面 那個創新科技園區裡面 是會切斷了 由尖備咀 米布 甚至到馬草籠 一片連綿 連綿不斷的濕地生態系統 那個完整性的 甚至和一些小鳥的飛行行道 那 我們其實 回來了 其實我們覺得 政府是應該遵守 和尊重他自己當年定立的 規劃指引12 或者現在的12C 是用一個防患未然 和濕地寧靜損失的原則 去保護和保育相關魚塘 現有那個功能 生態價值 面積 和一個開揚的景觀 政府是有一個法律的責任 去維持現在 後海灣濕地生態系統 那個完整性的 是